歡迎收看庶民大頭家 來看到陳師兄 昨天沒去開記者會 去找記者聊天 不談疫情改聊竹甲瑜 難道是選戰模式 已經開啟了嗎 那黑心快篩 還有食藥署署長吳秀梅 還有人管嗎 另外韓國總統炮轟說 反核愚蠢 這流彈是不是不小心 打到蔡政府 網友說他不小心打到蔡政府 塔綠班要不要出征 而蔡總統哀轟 已經讓台灣虧損千億元 怎麼還在總統府裡吹冷氣 我們都要一起來討論 問家來賓第一位是 立法委員鄭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員林一華 大家好 好 來看到今天本土新增 42000多例 那麼另外死亡個案 則是85例 這不但是6月之後 第二度到百例之下 而且也是6月以來的新低紀錄 那麼今天最年輕的死亡個案 是兩名30多歲的男性 都是因為癌症的共病而死亡 另外中症增加了147例 而重症是有增加了80例 那麼今天的好消息是 沒有新增兒童的重症病例 另外盧怡君說 全國專責病房的收治人數 今天首度降到6000人以下 在最高點6月6號 曾經有收治高達7592人 過去一個月都是6000以上 今天首度降到6000以下 他認為這代表著脫離確診高原期 而收治的部分 也已經脫離了高峰 那麼另外今天指揮官陳時中 他出現了 原來是要來宣布疫苗的政策 包括了這個幼童 6個月到5歲的幼兒疫苗 那麼現在說考量了 種種各國的政策之後 決定讓我們的小朋友 是接種兩劑的基礎劑 每一劑是接種0.25ml 是成人的四分之一的劑量 而兩劑的間隔是4到8週 另外接種部位 如果是未滿2歲的小嬰兒 建議要打大腿的外側 骨外肌 外側肌的部分 而2歲以上打的是 飛冠用手的上臂三角肌 另外包括諾瓦克斯疫苗 成人的接種第4劑 有放寬對象 再來今天指揮官也宣布 口罩令在7月要繼續來延長下去 不過今天指揮官陳時中出現了 大家都要問的是 昨天他沒開記者會 可是有找記者聊天 怎麼談到的主甲瑜 來聽聽他怎麼說 有人解讀您昨天的談話時間 非常關鍵 認為這是北市參選 嗆大陸的起手式 沒有什麼政治解讀 那如果有些國家 一直拿這東西 當作貿易障礙 應該要提出更清楚的一個證據 如果在別國都也沒有 那只有在那邊宴有 那是不是他們自己 在那邊的一些包裝 或取樣的時候 這些人的這些感控沒有做好 而把病毒留在上面 藍營有立委建議您先把 黑心快篩事件給處理清楚 再去選 請問您有什麼回應 跟選舉無關 怎麼樣在政策上能夠清楚 那能夠執行的順垂 那怎麼樣在相關的 可能大家有疑議 認為有一些異性或是弊端 我們都需要把它釐清